哈利路亚 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三章一节至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三章一节至十二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想 那时由施洗的约翰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他说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出的度 道修植他的路 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 妖宿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命 那时 耶利撒冷和犹太全帝 并约旦和一带地方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度干人 也来受洗 就对他们说 毒舍的种类 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衬 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 兴起子孙来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鞋 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 与火 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波及 要扬进他的肠 把麦子收在舱里 把糠用不灭的火 烧尽了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也仍存活 并做功的我们的上帝 现在2020年已经开始了 谁都在2020年 谁都不会说 有时谁 是先卖到这里 我们每个人 都是在同样的时间 迈进2020年 愿我们每个人 都能在新的一年里 得到祖的祝福 愿我们每个人 都能在新的一年里 能登上 更高的楼层 并且让每个人的信仰 都能得到成长 成熟 在主的统治者 在主的统治者当中 愿每个人 都能在主的引导当中 得到主的祝福 都能得到主的引导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我们的主是存活的神吗 今天来赐给我们的圣经的话语呢 是我在成为主的仆人 被召唤成为主的仆人 第一次见到耶稣 并且第一次向主祷告 关于主的仆人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得到第一次的 因允的时候的内容的 我呢 是通过这个话语呢 是知道了 主次来召唤我 让我成为主的仆人 今天我们读的内容呢 就是当时我所明白的这个内容 我所被召唤成为主的仆人的 这个当时的那个内容的 在二十六年以前 我读过今天的话语 今年呢 今天呢 在很 今天呢 主又赐给我了这个话语 我知道主一直是我们同志的 主通知我们的上帝 从去年开始的吉甲时代呢 在收获的最后的一个时代 来进到了迦南地的 那个最后的那个胜利的时刻呢 我们的主呢 是来召唤我了我 并且主一直来引导我 并且通过这么长的时间的 训练期间呢 主为了能来让我 担当起主所赐给我的这个 这些使益呢 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呢 到 现在呢 主是完全的是真格的 一直来 我们一直来反复的强调过 主的 真正的做工的时期是快要来临了 是要来临了 主一直是反复的来给了我这个感动 现在我所得到的感动呢 是说 在二十六年之后呢 我是很长 我是又再次的得到了主的这个感动 和主的这个引导的 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主的指示和主的启示呢 我们相信 所有的一切呢 主 按照主的道去做呢 主都会来引导我们 来应允我们的 这所有的一切呢 主一定会来 给我们允许的 阿们 第一次主所来召唤我成为主的仆人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一直来担当起做主的这个使议 做主的事情呢 所有的这个做工的流程呢 是没有改变过的 从头到现在呢 我们一直是用心的 来按照主的引导去做 我们呢 比如说 如果没有结果是 一直是 空壳的话 那么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呢 是会被砍下来 掉在火里的 在圣经上也讲到呢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没有结 丰盛的果子的树呢 都会被砍下来 丢在火里的 那么两千年之前 就给我们的这些的话语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主的做工的这个流程呢 是仍旧没有改变 这个这些内容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的 所以呢 成为主的仆人 被召唤主的仆人的人呢 为了不让 要引导更多的人呢 要结成宝石的果实的 然后在培育之后 在最后的时期 如果没有结好果子的树的话 那么就会丢下来 被丢在火里的 有的人呢 他会被主所认证 有的人呢 他是被主所丢弃的 所以呢 主呢 我刚开始成为牧师之后呢 主就说 你一定要好好地去教圣徒 如果你没有结好的话 那么有可能很多人 就不会结丰盛的果子 那么他的结果呢 会叼 砍下来 丢在火里的 我在26年前 成为牧师的时候的 所接受的话 和今天的话语呢 仍旧是同样的 这些流程都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人类呢 可能是说 每个人都会去挑战一个新的 都会想得到一个新的 但是今天的这个话语呢 是从前到现在为止呢 都是同样的话语的 我拿着这个内容呢 去 祷告的时候呢 主是一直来给我同样的感动的 我们的主呢 我们的主呢 并不是说是 一直改变的神 一直是改变 一直是在那里 会变的神 我们的上帝呢 是一片担心 他是永远不会动摇的 从始至终的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同样的 从始至终都是同样的 他会守约的 但是呢 这个 圣徒当中呢 是说 从二十年前到现在的人当中 有几个人 仍然坐在这里呢 十年前来到我们教会的人 和现在 十年前 十年之后 他们还会坐在这里吗 所以说呢 在神的计划当中 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呢 我们的主 对我们说了 这样的话 给我们这个约定的话 那么 我们的主是约定的 我们主是会守约的 在这里问题是 人不能按照上帝的话去做的 这些人呢 是希望上帝来 跟着他的步伐 但是呢 我们是要按照上帝的这个约 上帝的这个步伐是跟着的 来按照上帝的道去做 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的人呢 我们的上帝就会守约 就会来完成 就会应允这个所有的 这个话语的 我们的上帝呢 是信使的神 所以 今天祷告的时候 昨天祷告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想 上帝为什么会给我这个 马太福音第三章当中的话语呢 那么就是说 从始至终 刚开始主 这后 我成为主的仆人 成为牧师的时候 主给我的这个话语呢 是说 到现在为止 26年之后的 到现在为主 是为了再次的确认 让我再次的能明白 主的话语的 二十年前 二十五六年之前呢 主所与我的约定呢 看一个 我要确认一下 这个约定有没有改变呢 并没有改变的 从前到现在呢 都是同样的 并不是说 主给我们约定之后呢 会随机应免会 马上马上会改变的 并不是这样的 从始至终 都是同样的 今天呢 主再次给我们 这个话语呢 就是说 主 给我们的约定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们是可以确信的 你们可以说阿门吗 西里要汉呢 施洗约翰呢 今天在第三章当中呢 是讲到施洗约翰的这个事情的 他呢 穿的衣服呢 并不是说 像大家现在穿的这么好的衣服的 他呢 这约翰穿着什么呢 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 并不是说是一个真皮的毛衣 或者是非常好的 亮亮的这个毛皮衣 而是说骆驼毛的衣服 并不是说 裁缝的很好的这个皮衣的 而是说骆驼毛的衣服 然后呢 他腰素的是皮带的 那么可能就是说 他可能那个骆驼毛的衣服呢 可能也不算是衣服 可能就披了一个衣服之后呢 然后呢 在腰那块呢 给系了一个皮带 可能是没有别的扣子啊 或者是拉索的 现在呢 时装里呢 是有很多这个好看的皮带的 但是当时是在旷野当中的 在旷野当中生活的时候呢 他所吃的是什么呢 是蝗虫和野蜜的 那么有的人说 哎 他当时吃的是这么好的自然食品 他们吃的肯定是很好的吧 有可能是好的 他可能是吃的这个 蝗虫和野蜜 可能是自然的 但是在那里呢 有的呢 只有是蝗虫和野蜜的 没有别的这个 什么吃的了 所以呢 在那里呢 他们除了蝗虫和野蜜之外 是没有什么任何的什么蔬菜啊 或者是饭啊 什么的 其实在肉体方面来讲呢 光吃这个蝗虫和野蜜 是完全是不能得到丰富的营养和满足到 那么在那里呢 说要预备主的道路 要预备主的道 要修植他的路的 那么就是说 要准备来迎接耶稣的这个信仰的 那么当时他们的生活呢 是非常非常简陋的 是环境是非常艰苦的 这个环境的 但是在属灵方面来讲 来看呢 是说是非常好 他们做的是非常伟大的事情的 因为在旷野当中 向所有的人喊 要预备主的道 修植 要耶稣来的道路的 在这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语 是一个改变人类历史的话语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呢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事情的 所以呢 在当时法利塞人和那些指导臣们 就是说那些领导臣们呢 他们呢 当时是没有而去提 在犹太 犹太人的这个 犹太人的这个指导臣们呢 他们 甚至有的人是 他们为了几个银两呢 是出卖了耶稣的 要修 预备主的道 要修植主的道路的 那么神醒约翰在那里喊的时候 你们是否要接受耶稣要来的这个道德 要预备这个主的道呢 但是他们在那里呢 有很多的人呢 是没能接果实的 马太福音第22章当中呢 也讲到 马太福音第22章当中呢 也讲到 耶稣说 在那里 他们是没有结果实的 只有丰盛的果实 但是在那里呢 是没有结果实的 然后呢 那个无花果树呢 从耶稣说完之后呢 就在那里是 无花果树呢 在那里 在那时候呢 在日本 是否 有没有这个无花果树呢 无花果树呢 只是一个象征 那么就是说 没有迎接耶稣的 那个以色列的民族的人 他们成为了什么呢 我们的主呢 是通过洗礼 施洗约翰呢 是来告诉我们话语的 要来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这个预备 如果没有信仰的话 那么就像是 无花果树被捏水一样 那么这个人呢 也是会被扔进火堆里的 现在呢 我们是在 是说两千年前 施洗约翰 他呢 虽然是在 很艰苦的环境当中 但是他在那里 还是一个人在那里 喊 传耶稣 那么 在那里是传 在旷野当中传播 施洗约翰呢 我们也要这么去做的 今天我们明白 这个话语之后呢 我们也要接受 这个话语 来明白这个话语的 为什么呢 去年秋天呢 秋收感恩节 到前一周 到时候呢 我正要来讲一下 关于感恩的事情 但是呢 我讲到 但是上帝是给我别的话语的 说人子 耶稣突然要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好准备的 在秋收感恩节的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讲秋收感恩的话语 而是讲 人子要来了 时期要进到了 人子要进了 那么 大家都可能是知道 那时候的事情了 我们来讲到的时候呢 我并不管 不管是我对大家 讲什么样的话语 就算是不符合 当时的那个季节的话语呢 但是我们时时刻刻 要去准备 主耶稣基督再来临的 这个要预备这个道路的 现在呢 是这个时代 已经是来临了 那么预备这个道路的人 预备这些道路的人呢 我们首先要预备主的道路的 然后再做别的事情 比如说你们有预备主的道路 然后你首先去做别的事情的话 那么人子在突然在来临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么 如果你没有预备主的道路 你没有预备好的话 然后呢 主耶稣再来临的话呢 那么可能是 你不会被主所迎接的 我们每个人的信仰呢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 一定要摆正了 不要再歪斜了 不要再露出去了 那么 只有这样呢 正确的情形呢 就算是主耶稣基督再来 突然来到这个世上呢 我们每个人呢 也不会被遗弃的 我们在属灵方面呢 已经是一个应该警醒的时代了 为了这一点呢 今天圣经上的话语呢 今天圣经上的话语呢 是说 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话语呢 我们这个话语呢 一定要守住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一定要结丰盛的果实的 我们要结丰盛的果实 并且要去悔改的 那么 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应该悔改的那些问题 我们要去 做一个适当的悔改的 那么到 我们要像上帝的 子女一样呢 一定要按照主的道去行 这才是一个适合 结果实的 这个一个悔改的 悔改才是一个适合 结好的果实的一个行动的 然后呢 我们要像是约翰一样 在跨域中 我们要喊起来的 要传道的 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呢 来认识耶稣 要预备好这个道路的 我们要担当 担当起好 担当好这个职务的 那么这个出发点呢 就是说去年我们进入 吉甲时代的 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 我们每个人呢 一定要担当好 担当的起这个职位了 我们并不光想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 什么样的恩惠的 我们要预备好一切的 比如说大家通过 什么样的祷告 或者是通过 什么样的生意 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 你们得到了主的恩惠 你们得到了主的祝福 你们现在很高兴 但是 如果我们的主 突然来临的时候 你们如果有 从罪恶当中 没能走出来的事情 如果你们没有 有那个 没能得到重生 没能得到悔改的 那一点的话 那么只能是会被 落在这个世上的 亲爱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 在收获的时候 你们会收获什么呢 你们会收获什么呢 比如说 你们 你们在收获的时候 你们会说 收光收获那些成熟的果实的 会把那城市的果实 来装进 唱库里的 那么那些空的 还有那些杂草 还有那些别的 不是果实的 那个其他的部分呢 你们都会 留下的 比如说 我们收大米的话呢 如果 就是会收那个稻子 光把那个稻子 粒给收 割起来的 然后呢 把那个大米呢 收出来的大米呢 还会分成好几等 那些光亮的 饱满的大米 粒大的 这个大米呢 会分为这个特等的 然后呢 会分层次之后呢 还要把那个 叶子和那些 没有用的那个杂草呢 都是会给烧掉的 我们不会把那些杂草 和那些叶子呢 放进仓库里的 那么 我们说这个 不要的叶子 或者是那些 没有成熟的 这个骨子呢 那是说 它会被 烧起来 会被丢在火里的 那么这并不是 光给我们所讲的 就说从去年开始呢 有很多的牧师们呢 他们也一直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 饱满的 这个 果实的 并且我们 要去 穿一个白色的 新的这个衣袍的 那么 有好几位牧师呢 就是说 都是得到同样的 话语和同样的感动的 那么我们每个人呢 都要因着 圣灵的感动 按照圣灵的引导呢 去按照上帝的话语去信 然后呢 要预备这个道路的 那么在这的各位当中 有的人 也有的人呢 可能是 信主信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呢 你们 好好的看一下 你们的这个 所走到的这个 信仰生活 可能是你们过了十几年 或者是 二十几年 可能是过了几十年 你们的信仰 可能是还没有成熟 主对我们说 你们要爱 你们的这个敌人 但是你可能是 还会一直是去恨别人 去讨厌别人 我们简单来讲 可以 你们可能是明白的 主 每次对我们说 你们要这么做 但是 有的人说 我都能做 但是就这一点 我是不能做 可能是有 在个人问题方面 有很多的人 都是会怎么样的 那么罪呢 并不说 是很容易的 就会去悔改 就会被抹清的 到现在 从现在开始 你再怎么挣扎 用你的力量 是不能 是去抹掉 这个所有的罪的 那么这个人呢 是时时刻刻 每天每天 都是会犯罪的 人就是这么软弱的 我们的主是知道 我们的软弱的 所以呢 他会反复的来 警告我们 并且来警戒我们 要让我们应该怎么做的 我们要依靠圣灵 要用心去做的 但是 如果你们没有 怎么做的话 主再次的警告我们 警戒我们 要让我们努力 但是你们再不加把劲的话 那么时间可能会晚的 为什么呢 升华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孩子呢 怀孕之后呢 会在母胎里 待一段时间的 他并不是说 怀孕之后就马上会生下来的 这个胎儿怀孕之后呢 他就会在母体里呢 是慢慢的成长 他会在母体里 可能有的人就算早产 七个月或者是八九个月 那么他就会出生的 比如说这个胎儿 如果只是在三个月 四个月的时候出生的话 那么可能是他不会 这个孩子可能是不会活下来的 我们的信仰生活呢 也是同样的 我们说我是信耶稣的 我是信耶稣 但是你光是口里来相信耶稣的话 说是相信耶稣的话 那是不行的 如果主突然来到这个市场的时候 你们是不会得到主的迎接 2020年开始呢 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要 首先把来做主的道路 做预备主的道路的事情上呢 放在第一道 主在来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得到主的迎接 我们一定要成为能进到主的国度当中的 这个主的子女的 26年前主所赐给我的话语 那今天呢 主又再一次给我了这个话语 主确信的 再次的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是不行的 我是有这个确信的 然后呢 就正如与大家所说的一样 以前我们所说的都是实现了 上周 这个主日我们也讲过 让我们看到这个彩虹 让我们看到这个记号的 那么就是说 主给我们的话语呢 一一都是会实现的 再往后呢 也都是会实现的 然后呢 那一切呢 主告诉我们 你们要留下那个纪念 你们要留下那个证据的 就告诉我 如果没能悔改 如果没有得结好果子的人 就要把它给扔掉 给丢进火里的 你要去传这个话 正确的传这个话语的 你们要让更多的人明白 在世上被丢进火里的人 是很多很多的 主是一直来告诉我 让我去传这些话语的 去年秋天呢 也是同样的 我对一个人讲 主让我看到了一个意象呢 我让一个人 我领着一个人呢 来领他走到一个 大树的下面呢 给他讲那个大树的事情的 我看 我对他讲 那个我看那个大树呢 看到没有叶子 只有果实的 但是呢 我看有很多很多 那些小小的果 那些果子的 我看有的果实呢 是已经是成熟了 现在马上摘下来呢 也都是会很好吃的 但是呢 大部分的果实呢 是还未成熟的 那些小小的果实的 那么这就是说 不能是第一 在同一个时期呢 来收藏的 那么就是说 在同样的一个地方 有第一次的迎接 和第二次的 这个得到拯救的 可能是第二次的 拯救那些小小的果实呢 是要受到七年大患难的 第二次 得到收获的这些果实呢 并不是说 他们没有信仰的 而是说 他们是要通过七年大患难 所以呢 他们一定是 非常非常的遭罪的 并不仅仅是说 要努力 而是说 这是拼了命的 要守住他们的信仰的 主所告诉我的 这个话语呢 到现在为止 也都是一一的 是得到实现的 我并不是仅仅为了去讲 这个 为了讲到而讲到的 我并不是用那 美好的词语 想用那个美好的词语 来给大家讲到的 我是希望每个人 都能得到拯救的 真实的 就是说 真实的 能得到拯救的信仰 那就是说 要从罪恶当中走出来的 上帝呢 为了来让我们每个人 能从罪恶当中走出来 是舍掉了他的生命的 我们现在应该相信 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是得到了这个生命 但是 为什么我们每次 还一直去犯罪 一直是反复的 让耶稣再次的 被定时在十字架上呢 用主的面来 祝愿大家能相信这些话语 2020年已经开始了 主的做工呢 是完全要开始了 主是不会去求 那个叶子 主是一直是去找那些丰盛的果实的 主所认同的这些人数 如果满了的话 主所认可的人 如果这个人数满了的话 直到那个时候呢 如果那个人数满了的话呢 到那时候呢 是不会再等谁了 那时候呢 主耶稣基督就会再次的来临的 所以呢 不管是你的家人 还是你的亲朋好友 还是你的公司里的人 或者是 就算是你不认识的人 你们也一定要用心的去打个 你们一定要拼了命的 去传道的 可能是 因为我们是进到了这个吉甲时代 所以呢 我们是已经到了完全的收获的时期 如果我们用这个祷告 去准备 然后呢 去给他们传道的话呢 可能是会更加轻易的去 去传道的 可能到现在为止 有的人他不去听 你就算是再给他传道 他也是没有 不会去听 但是这样的人呢 可能是在一瞬间 他是会听你的传道 可能是会来相信耶稣的 可能是到现在为止的 这个所有的流程呢 会变得更简单的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是开始的 这个2020年 直到主再来临呢 在这成为最后的秋收时期 我们不要进到患难当中 我们不要进到火堆里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那么简单的来说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先做主的事情呢 然后呢 要作为主的仆人呢 我们要去做更大的努力的 这一点呢 你们就算是在 不管是在做什么 你们绝对不要忘记 你们一定要多多的去祷告 希望你们铭记这些事情呢 然后呢 在这个工作流程当中呢 你们要知道 优先顺序是什么 你要把什么放在最优先呢 你到现在为止所没能悔改的是什么罪呢 你们到现在为止 你们的罪是什么呢 你们现在所要传道的人是谁 你们现在你最先传道的人应该是谁呢 你们首先向神去祷告 希望每一个人呢 都能去过一个永不后悔的这个人生的 那么这个上帝的话语呢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呢 都能是铭记这个话语的 你们如果能铭记今天的话语的话呢 你们是蒙福的人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 已经不是讲那个那些太平的那些平 光是讲那些平安的话语的 现在到底是谁能是得到拯救呢 谁应该得到拯救呢 我就是说 哎我可能不会得到拯救 我可能是不会得到主的迎接了吧 但是可能是大部分的人 都是不会知道自己的信仰 是什么样的程度的 上帝呢 可以指示给他说 你是不会得到拯救的 但是他连做梦可能是都没有想到 自己是不会得到主的迎接吧 你们能明白我所讲的话语呢 你们如果一直在这么做 一直这么做下体的话 你是不会得到主的迎接 不会得到拯救的意思的 为什么呢 有的人说 哎不可能吧 不会那样吧 他不知道这个信仰的本质是什么的 有的人说 我是信主信了多长时间 我是主守日的 就是说 自己作为信上帝的人呢 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具备了这个 得到拯救的这个条件了 他可能是想 不可能吧 但是主在圣经当中分明讲到 如果没有得到重生 不论是谁 如果没有从罪恶当中走出来 他不会得到主的拯救的 我在给大家讲这些话语之前呢 我本身也是 我本身也会首先来问问我自己的 你们也来问问你自己 我呢是 我也是时常问我自己 说看看我是不是要有这个应该悔改的罪呢 或者是我会时时刻刻警戒 我是不是要有那个应该悔改的罪呢 因为在西约时代 因为在西约时代得到主的使用的这个 使徒保罗呢 他说 他讲到 他向更多的人来传完耶稣之后 他担心自己 怕成为自己成为一个施主的人的 他虽然说是向别人传了很多的话语 但是或许就是怕自己 可能是在哪一瞬间 自己的信仰会变得更加软弱 或者是信仰是有点偏了 或者是离最近了 就是自己是一直是警戒自己的 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 都能明白主的话语 你们如果来相信耶稣 你们的事业会成功吗 你们的金钱会流动 就说会资产很大吗 那是第三第四个目的吧 可能是 这是来相信主的话语的人的一个这个印记的 但是你 这并不是一个真正得到主的拯救的一个最终的目的的 那么你的问题 你的这个灵魂是否会得到主的拯救 是否能进到主的过程当中 这才是一个最根本和最重要的问题的 那么这样的人呢 真正去预备的人 去准备的人呢 主会来预备他们 主会给他们预备好一切的 主说你们是这世上的光和盐 但是如果盐失去了盐的味道的话 那么它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 它会被扔在外面 并且会被人踩下去的 然后呢 你们看到过 有谁把蜡烛点完之后会放在灯台之下吗 有谁会把这个蜡烛点完之后会放在灯台之下呢 它会把这个蜡烛点完之后要放在灯台上来照亮更多的人的 这并不是说要讲这个蜡烛的 而是说用这个比喻呢 是说你希望这个人呢 呃 要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 要来照亮更多的人的 要照亮更多的人 能来传到更多的人呢 主会来认证他们的 主会来 嗯 喜悦他们 来传更多的 主的话语的人呢 他会成为主的喜乐的 他会成为主的宝物 主会来认证他 然后呢 这样的人呢 通过这样的人 能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的 哈利利亚 在这个世上 你们希望能成为这世上的光吗 希望能照耀这世上的 能照耀这个世上吗 那么你们就多多 要多多的去传道 要多多的去祷告 首先呢 你们 首先 你们向你们周围的人呢 去传耶稣 就说传道是你们的专业的 一定要成为你们的专业 一定要成为你们的本行的 那么 这样的话呢 那之外的 所有的事业 或者是人际关系 等别的事情呢 主会来满足你们一切的 那么主会看我们的信仰之后呢 来给我们那之外的 那我们没 就是没有求得更好的祝福 到我们一起来说 那些健康 金钱 人际关系 还有这世上所需的一切呢 并不是 因信心 去求的 而是说 因着信心 看了我们信心之后呢 主会来 应允给我们 所需的一切 然后呢 来解除 哪些 妨碍物的 在座的各位的人生 当中呢 比如说 有机遍来妨碍你们 那么就会主会来 治愈你们的 疾病 如果有金钱方面的问题 那么主会来 给你们金钱方面 来给你们帮助的 那么你们在需要钱的时候呢 你们现在应该是 作为主的仆人 在接受训练期间的 但是你如果现在 只求钱的话 那么他会变成两手空空的 但是如果你首先去 先求这个灵魂 你先去先做主的事情的话 那么主会把 你所求的之外的 更好的来给 给你的 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呢 因为 我呢 也是以前得了这个糖尿病的 但是呢 这个糖尿病呢 是在我这个末会生活当中 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 主呢 是来治愈了我这个糖尿病 来让我在做这个主的仆人 做这个主的事情的地方 这个事情上呢 是不会因为这个糖尿病 来妨碍我的事情的 做工的事情的 我们呢 每天每天是去求 向主祷告 我们怎么样能向更多的人 去传这个主耶稣呢 怎么样能让 才能让更多的人来得到拯救呢 那么我们每天是求这样的事情 那么我们的主是不会在那里 不管我们 而是 他是会给我们更好的祝福 会为了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果实 而努力的 那么 在主的国度当中 得到最大的 这个冠冕的人是谁吗 谁呢 就是说 去传道 传道的人呢 传道很多的人 他们是 得到最大的冠冕的人呢 主会来保护他们 主会来引导他们 祝福他们 主会来为他们开启这个道路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会有像耶稣一样的心 来 希望能去 让别人也能得到拯救的人的 他那种爱心呢 是与主的心是同样的 所以呢 不管是受到什么样的逼迫 你要努力的去 让更多的人 是得到拯救 来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你如果能做 能有这样的心情 能种这样的 这个 想法的人呢 那才是主 会来认证你的 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 你自己能做到 你是能做到的 你是有这种心的 如果你多多的祷告的话 主会来给你们 赐予更充满的圣灵 2020年 你们的专业呢 你们的专业呢 要成为去传耶稣 那么在一年之后呢 你们可能是在各方面 你们可能是在各方面的来看呢 你们的人生就会得到改变的 再往后呢 时间这个时代呢 会变得会越来越快的 今年开始呢 你们要 快马加鞭 要快一点的行动起来 在属灵方面呢 我们呢 就说一瞬间 可能是会 时代会改变的 一瞬间呢 可能是会有很大的变化的 可能是到现在为止 你们会在那里慢腾腾的 可能是说 就算是发生 你们犯了罪 也不会发生什么的事情 但是 从现在开始不会那样了 现在呢 时代的流程会变得很快很快的 会加速的 因为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了 今天的话语呢 是我来被主召唤 我在成为主的仆人之后 的时候的主所应允的话语 在26年的今天 主再次给了我这个话语呢 主的计划呢 是说要真正的 动真格的要开始了 到现在为止 一直是准备的时期 然后呢 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 然后开始 无论 见到谁呢 你无论是见到谁 你都要去向很多的 更多的人去传主耶稣基督 从现在开始呢 就说在最最后的时期 谁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传耶稣基督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最胜利的人 过了一年 过了三年 你们看完 看了别人结果之后 你说 哎呀我也要那么做 我也那么做 那样的时候 你可能是会晚了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是反复的强调过 对大家讲到 已经对大家强调过 好几次一样 我们每个人呢 一定要去做一个 得到主的迎接的 这个信仰的 一定要这个预备的 然后呢 一定要向更多的人 去传道的 我们的这个专业呢 一定要成为去传 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的 你们每个人呢 都要铭记这两点 然后呢 去按照主的道去做的话 都会得到主的祝福的 好 我们去喊耶稣之后 来祷告